第四百四十七集 桓帝下诏 任命安定蜀国都尉张焕为北中狼将 率军讨伐匈奴乌桓等 匈奴乌桓用火焚烧囤住在五元的杜辽将军府大门 又前往赤巨手 烟火可以看得很清楚 张焕的部队大为惊恐 纷纷准备逃亡 可是张焕仍然安坐帐种 跟他的门徒和学生照样自如地讲解和朗诵经书 军心这才稍微安定下来 于是张焕秘密派使者劝说乌桓 暗中和乌桓和好 然后命乌桓斩杀匈奴 以及匈奴的旁支图阁的首领 大破匈奴布中 匈奴人全部投降 张焕认为 南匈奴蝉鱼车儿 没有能力统御和治理匈奴国事 于是将他软禁 奏请朝廷改立左股黎王为蝉鱼 环帝下诏说 春秋主张大居正 以军卫传子为常盗 车儿一心归向朝廷 有什么罪过要扒除他呢 让他返回王庭 大将军梁记和陈归之间 一向有怨恨 梁记诬陈归毁坏国家的威严 谋取奔人的功劳和名誉 不能得到匈奴人的敬重和卫福 陈归因罪被征兆返回京城洛阳 冲被任命为杜辽将军 于是陈归请求退休 回归故乡 后来朝廷又征召他担任尚书 这时梁记暴虐的程度 一天比一天厉害 陈归向环帝尚书弹劾他的罪状 请求诛杀梁记 环帝不予理会 陈归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梁记所害 于是绝世七天而死 从到杜辽将军大营以后 首先宣布朝廷的恩德和信义 劝诱外族归降 有不归降的在进行讨伐 有些羌人先前辈升秦 县囚禁在郡县官府做人质 崇命令将他们全部释放 他诚心诚意地进行怀柔和安抚 赏罚分明 因此羌人胡人纷纷前来归府 于是崇下令拆除烽火台和廖望亭 边境地区一片安宁 没有警报 崇被调回京都洛阳 担任大司农 二年 己害 公元一百五十九年 春季二月 鲜卑侵犯燕门郡 蜀郡疑人 攻打残陵县 三月 再次取消刺史和两千旦官员 为父母扶桑三年的规定 夏季京都洛阳发生水灾 六月 鲜卑侵犯辽东郡 梁皇后 仗室姐姐梁太后和哥哥大将军梁姬的庇护和势力 穷极奢华 比前世加倍 独占桓帝的宠爱 嫉妒成性 六宫的其他嫔妃都不得侍奉桓帝 等到梁太后去世 桓帝对她的恩宠顿时衰退 梁皇后自己没有儿子 每当其他嫔妃怀有身孕 很少能得到保全 桓帝虽然畏惧梁姬不敢谴责和发怒 然而让梁皇后来陪侍的次数变得稀少 梁皇后越来越忧愁愤恨 秋季七月初八 梁皇后去世 二十七日将她安葬在仪陵 嗜号为仪县皇后 梁姬家族一门 前后共有七个侯 三个皇后 六个贵人 两个大将军 夫人和女儿享有十亿而称君的七人 娶公主为妻的三人 其他担任青 将 尹 孝等官职的五十七人 梁姬把持朝廷威权 独断专行 凶暴放肆 日甚一日 宫廷进军和皇帝最亲近的侍卫和随从中 都有她的亲信 皇宫内部 皇帝的起居 再细小的事情 她都必定了如指掌 向四方征调的物品 以及各地每年按时向皇帝贡献的礼品 都先将最好的承送给梁姬 皇帝还得排在他的后面 官吏和百姓带着财物 到梁姬家里请求做官或者免罪的 在道路上前后相望 文武百官升迁或者被征兆 都要先到梁姬家门 成帝谢恩书 然后才赶到上书台去接受指示 下批国人吴树被任命为晚宪县令 上任之前向梁姬辞行 梁姬的宾客散布在晚宪县城的很多 梁姬托吴树照顾他们 吴树说 邪恶的小人是残害百姓的蛀宠 吉令氏禁林也应诛杀 将军高居上将之位 应该崇敬贤能 弥补朝廷的过失 可是 自从我随同您坐下以来 没有听见您称赞一位长者 而嘱托我照顾很多不恰当的人 我实在是不敢听 梁姬沉默不语 心中很不高兴 吴树到县上任后 便将梁姬的宾客中 为人民所痛恨的数十人逐杀 吴树后来升任荆州刺史 上任前向梁姬辞行 梁姬请他喝下了毒酒 吴树出来后死在车上 东郡太守侯蒙 刚刚接受任命的时候 没有去夜见梁姬 梁姬就另外找了一个罪名 将他腰斩 郎中汝南人原住 年方十九岁 到宫门上述说 春夏秋冬的运转 每个季节都在达到极盛时 便消退 太高的官职爵位 过分的宠爱信任 很少不招来祸患 如今大将军已经位及人臣 功成名遂 应该特别警戒 最好是效法汉原帝时的 御史大夫薛广德 把皇帝赏赐他的安车悬挂起来 高卧家中一样精神 不再过分正式 经传上说 树木果实太多 会劈开树枝 伤害树根 如果不抑制和减损 他手中所掌握的过剩的权力 恐怕不能保全他的性命 梁记听到这个消息后 秘密派人搜捕原柱 于是原柱改名唤姓 假装有病身死 家里人用蒲草 结砸成尸体 买来棺木殡葬 梁记识破这是一个骗局 继续抓捕 终于抓到原柱 将他鞭打致死 太原人好 胡武 好说惊人的话 喜欢高谈阔论 和原柱交情很好 好 胡武 曾经联名尚书 太尉 司徒 司空等三府 推荐天下的高明人士 却没有将推荐书 送给梁记 原柱死后 梁记记起旧恨 命经师有关官署 发文书 逮捕 好和胡武 于是胡武全家被杀 死了六十多人 好 起初逃亡 后来知道无法逃掉 于是带着棺木 亲自到梁记家门上书 将书递进去之后 便服毒而死 家属才得以保全 崔奇做外戚真白胡妇 向梁记讽劝 梁记大怒 崔奇对梁记说 从前 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 喜欢听讽刺和规劝的话 萧和辅佐汉氏王朝 专门设置 记录自己过失的官吏 而今 将军身居府政高位两朝 责任和伊尹周公 同等重大 可是 没有听说您推行德政 却只生灵涂炭 灾难深重 将军不但不能接交 忠贞贤良来拯救大祸 反而想要堵塞世人的口 蒙蔽主上的耳目 是天地颜色颠倒 路马换行吗 梁记无法回答 便将崔奇遣送回乡 崔奇因恐惧而离家 四处逃亡躲避 梁记派人将他搜捕到手 加以诛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